A.A.是在 近来社会我们将四五十岁以上的人群称作壮世代 不同以往的老化观念 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 许多壮世代的人们依然保有健康与活力 在人均寿命越来越长的情况下 壮世代如何规划自己的生活变成重要的课题 壮世代又被称为AA世代 AA为Active Aging缩写而来 由欧盟委员会提出 他们告诉大众四五十岁以后 在健康、财富、时间三者充裕的情况下 应该要去体验更新奇、精彩的人生 今年加班日志将邀请听众朋友们 一起聚焦在壮世代 透过访问 跟着我们的来宾一起重写未来 Rewrite the future 加班日志单人是同志大老师 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轻松电台FM92.9天空的维他命C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嘉宾 但在邀请他出场之前 我们先问安迪一个问题好了 好啊 就你有想过未来的朋友还会剩几个吗 未来喔 对 就大概在二十年后 会问你吗 哈哈哈哈 灵魂直击 灵魂直击耶 应该是问说 我还在吗 我是觉得 其实随着年纪的征兆 我有发现大概一个规律 就你大概十年 你的朋友会完全的换一批 哦 会会 可是我觉得最近好像更快 因为我觉得只要上了一个高中或大学 五年后就会换一整批不见耶 因为像我一毕业之后 我跟大学同学基本上没联系 或是我从高中 那会不会是你个人的问题 我跟高中呢 我有撑到大二 哈哈哈哈 所以我大概抓五年这个急剧 好 可能资讯量越大 工作量越多 或是我们在都市圈 就很难跟以前的朋友保持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是 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现代的课 就是我们随着年纪增长 朋友好像越来越少 一直依赖网络 或是依赖社群平台 其实会陷入一个很有毒的循环 因为你会一直想要比较 你会一直想要觉得说 他的生活好好 我也想要跟他一样 但其实这是你不需要的 是 我们有很多朋友跟我没有看社群 但他活得超快乐 没错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 我就算是我心中很会交朋友的人 人脉很广的人 然后他的title 安迪是不是要念一下 这个title起来有字啊 这个曾经是Gucci的品牌公关经理 是 现在是富豪人生和珠宝之星的编辑总监 Oh my gosh 然后他还有参与一些公益活动啊 他还有在组织羽球队啊 他最近又回去上学啊 他的生活非常丰富 让我们掌声欢迎夏世哥 大家好 分享一下这个title 厌了三遍 毕竟他的履历太过丰富了 没有 故意想要整整迪克跟安迪 我跟你说 比你很早之前就看过我们了 你也听过我们节目 五年前就答应要来上你节目了 现在终于来了 感觉如何 感觉如何 迪克胖了 大概一点点 安迪正在变帅当中 我昨天遇到一个姐姐 然后也是算是演艺圈的前辈 他就说 哇 迪克 你怎么了 哈哈哈哈 他就说迪克你 然后我就看到他那个表情 就是正在高速的选择 要用什么形容词 你 怎么了 我就说我变胖了 他说 对啊 胖很多耶 哈哈哈哈 他没有要客气耶 姐姐 做媒体很辛苦了 对我那时候跟他哭诉啊等等的 但就是 可能姐姐问候总是比较的 踏实一些些 没关系你声音还是一样性感 一样好听就对了 一样好听 是 今天这个主题 我们已经有跟你分享过 我们希望聊一下交友这件事 小师哥自己交友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吗 你怎么要去区分谁是带着目的性给你交友 谁是真的真诚要交友 我基本上先比较不会去把焦点放在对方身上 是 比较是放在自己 所以我不会去那么考虑说 对方是不是带着目的性来跟我交朋友的 那因为迪克尔问我说功利性这件事情 我其实这一题也是在家里想了很久 我有没有带着功利性去交朋友 感觉上是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只有在交朋友的时候 第一个当下是不会想到功利性这件事情 我刚刚听起来小师哥的想法 可能功利性不是一个太负面的词 我跟你在一起 你很会唱歌你让我开心 这也是一个目的啊 你年轻让我赚钱也是一个目的啊 我看你好看跟你在一起我很爽 这也是一个目的啊 就是其实功利性并不只是在金钱物质上面 对其实安迪说的蛮是我的心生的 不是负面的 然后也不局限在金钱上面 这是一直以来都这样想吗 还是随着什么时间交友的一个调整 我觉得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想 但是从我加入了福伦社之后呢 因为在福伦社里面 他讲究的是两个 一个是慈善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去做一件公益的事情 那我有一个一致的目标 另外一个呢是讲职业互助 那职业互助当然最直接的就是 我在职业上面可以帮助到你 那通常伴随而来的是金钱上面的 我可以帮助对方经济啊 或者是收入有成长嘛 这是钱的 但是其实待福伦社越久 就会发现人跟人之间互相的这个功利啊 互相对彼此有好处帮忙这件事情 真的不是只有局限在钱上面 它可能是就像刚刚安迪说的 跟你相处在一起很开心 那也是功利啊 那也就是一种获得啊 或者是我从你身上去学到一个技能 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跟两位学到一个录音的技能 我不用花钱 那也是一个赚到嘛 你保持着一个很开放的心在想这件事情 对就我看功利这件事情 第一个评价它没有负面 第二个我发现我的那个 评量的range很宽 它不局限在钱上面 那你为什么会踏入到福伦社 你什么时候接触到福伦社这件事 而且因为你抱着开放的心 那你是在什么因缘忌讳下想说 福伦社好像是个适合我的一个社群 我可以去加入看看 而且我觉得就是从品牌的公关 这种很需要利益考量的单位 一直到纯粹以慈善为出发的这个 我觉得精神或是本质上 是不是会有一点相吃 我曾经去过福伦社的一个活动 我真的是要偷偷小抱怨一下 因为我觉得福伦社的活动就是一个 我觉得很难加入到那个group 因为我觉得福伦社它其实 跟各个地方不同的教会 其实蛮像的 就是它会有自己长出来的文化 对 我有一次去高雄 我就心里想说 好难介入 就是大家都有一种 我刚刚买了几栋房子 我今天又投资了什么 我介入不了 我们好像在同心福伦社一样 好像享受一个社群的感觉 所以我很好奇你对福伦社的认识 跟你的接触点是什么 你可以跟他们分享你做了几个泡芙 你确定就是高雄的姐姐们是有想听这个故事的吗 我觉得可能有啊 就是他们需要拓展一些视野跟强色情绪 我觉得只有同心福伦社能接触这件事情 好 我先分享我怎么就是接触福伦社的 最早最早的接触一定是小时候 就是家里的长辈 叔叔伯伯阿姨 这种会加入什么福伦社狮子会 然后就觉得 哦 加入福伦社跟狮子会 就每天吃饭跟喝酒啊 对啊 你所以小时候就在跑福伦社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的印象中大人的福伦社 就是吃饭喝酒 然后都喝很醉 然后肝很硬这样子 然后我加入同心福伦社是2015年吧 就朋友就说 有个福伦社很特别 就是都年轻人 然后大家都支持同志 要不要来看看 然后听个讲座 听讲座反正很便宜嘛 200块茶水费这样子 就哦 好哦 就去听听看 因为很特别嘛 因为好像跟以前的 听到的福伦社不太一样 这个只有去听个讲座 然后不用吃饭 感觉可以认识一群是 支持同志运动的一些朋友 然后那个门啊 一打开推进去一看 哎呦 全场30个人里面 大概有20个我认识吧 而且都是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我在1999年年底到台北的 然后2000年那时候 我做同志杂志 所以我采访了很多的社运团体 然后刚好那一些年代 是同志运动最蓬勃 跟社会冲撞最激烈的年代 所以时间再拉回来 2015年我去参加 同情福伦社的活动 那个门一推开啊 就发现 有大概超过二分之一的人 我都认识 是 而且是小时候啊 就是十几年前 走在街头冲撞的那些人 然后现在都 就是一观禽兽的坐在里面 没有 就是严谨的坐在里面 准备听一个讲座 是是 你们当时冲撞的到底是 政治还是冲撞的是身体 到底这二分之一 是不是你都有发生过关系 不可能吧 街头冲撞 要确哦 他现在还有公关的身份 你不要这样 确确确 对 只有街头冲撞 而且都是老朋友啦 重点是 记忆点还停留在 他们是年轻气盛 然后走在街头抗议的那群人 结果现在是 进入体制内 非常寻化的一群人 你们有一段时间没见面是不是 对啊 为什么啊 因为你2000年就加入了 同志热爱的杂志 这杂志接触到这么多 就像我们一样 接触到这么多同志的资讯 怎么突然有一段时间 跟大家就都没有联系到了 因为我后来的职业有转换 然后中间我还去了中国 开始做时尚公关 然后到后来2006年以后 我都在做精品公关的工作 是 所以慢慢跟一些老朋友 就会失去联络 就像我们刚刚说 那个什么十年轮转的那种概念 对 而且那个年代 还没有iPhone 所以不像现在这么容易 你要找老朋友可能 把他的ID敲出来 传个贴图 看他还有没有呼吸 这样 那个年代没那么容易 所以后来又进到了 我们的同心符伦社的第一次聚会 对 然后就觉得很有趣 然后大家就开始跟我介绍 符伦社是什么 那我就会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加入符伦社 然后我的朋友们也都不会演的跟我说 我们想要尝试另外一种方式跟社会沟通 既然体制很难冲撞 那我们不如就渗透到体制里面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 就是用长辈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跟他们沟通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技巧 然后每一个符伦社都可以长出他自己的样子 就像刚刚Andy说的 那所以每一个符伦社可以用参会的方式 可以用讲座的方式 然后讲座题目当然就由我们来选 所以我们都会选跟同志议题有关的 然后找支持同志的这些重要的社会贤答 甚至是政治人物来帮我们做分享演讲 然后我们也都会邀请符伦的友社 甚至是符伦的长辈一起来参加 他们就会在这个比较可以接受的状况之下 慢慢理解同志运动是怎么一回事 人权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这很棒 因为如果说要找我一些什么叔叔阿姨们 去参加同志热线的活动 他们听到同志热线这四个字就会吓死 可是如果说 你要不要去台北参加一个符伦社的餐会 或是讲座 我觉得这个他们接受度就会非常的高 而且他们又都是体制内的人 有权有势 还不敢说 你这好像怪怪的 他没有资格说 是你怪还是我怪 因为毕竟符伦社或是狮子会 他们这种 就是会有这种社会迷惘的开头 老子是GUCCI公关 这个态度出来 妈妈无法再多说什么了 你这个嘴脸没办法当GUCCI公关 太功利了 先被刷掉 我考虑一下 Umbrain 没有 我只是在预想那些妈妈们 可能你知道来不及发言的时候 你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处理 你刚刚情境剧都符合 都有发生 有吧 真的 有吧 就约一些比较不熟的长辈或朋友们的时候 内心的小剧场肯定都是有发生的 我就跟你说吧 我只是把他大家心里内 我听起来超坏的 那我想问一下 那个有时候加入群组这件事情 好像是一个新的挑战 因为你可能在熟悉的生活圈里面 你已经建立起一群朋友们了 所以走进同心扶轮社 增加新的朋友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归属 那又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你要建立一个新的朋友的群组 那个速度 跟你们现在交朋友的速度 想象的一定是绝对不一样的 尤其是我想象你们现在 可能跟我的小时候比较像 我们交往的同温层 大概都会对某一个议题 或者是某一些事情比较像的 所以我们要破冰 然后很快成为 每天可以讯息联络的好朋友 很快 但是对于当时2015年 同心社大概只有刚成立三年 对那时候的同心社的社员来讲 要打入浮轮的这个圈子 其实大家内心很耐用 就是我们知道时间到了 我们要去参加一个大型的活动 我们一定会跟别的社 去做合作等等的 但是我们都会觉得在那个场合 自己有点格格不入 因为大家可能比较熟 或者比较熟悉符伦的系统 他们会非常的natural high 我们可能就要假high 那样子 然后但我觉得符伦是一个 设计的非常好的系统 它就是会让你不断的去尝试 它不会让你一次两次 然后就断了 它很像是一个 比较友善的直销团体 它会让你一环接一环的扣住 就很像教会 对也蛮像教会的 因为教会它就是会有一个 带你的大哥哥大姐姐 然后你会再有一个小组 成立一个教会 这样子 所以它会有每一个人来 关心你的生活 所以他们会有生活辅导员 然后偶尔还会有 比如说青少年团契 还会有职业辅导员 或是说你可能感情上有困扰 他们也会有一个 专门掌管整个教会地下的师姐们 来搭配不同的感情线 有一点像 但教会的精神最高 就是上帝 基督 但是符轮社没有 其实符轮社在运作 它就是有两个重要的系统 重要的齿轮 一个齿轮的运转 就是一起做公益这件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齿轮的运转 就是交朋友 如果你只有公益的目的 那你选择更多 你可以去词记 你可以去红十字 对 但是符轮特别在 它是这两个系统 是交错在一起 对 那我自己对小诗哥 也还有一个很 很好奇 也很想请教的地方 就是 因为我去年的时候 有看了一本书 叫做影响力法则 它就是在讲说 这种人脉的建制 跟你要让自己变成平台的这个情况 因为他说 现在的人到处去各个活动 交朋友是不困难的 但是你自己要办一个活动 让大家来参加 是很困难的 对 所以我也想知道小诗哥 就是你从可能原本的公关 或是很喜欢交朋友的这样一个人 到你自己去成立活动 把大家邀请进来 这个过程 你是有什么心路历程的转变吗 或是有没有曾经有一个撞墙期 就是找大家来参加活动 有没有什么美嘎 或是之前有没有什么碰壁过 毕竟之前有办过一个 像大稻辰那个画老虎的那个 那个活动嘛 在2018的时候吧 所以其实小诗哥的办活动的能量 是非常丰沛的 每一个goochie的新店 就是开幕的时候 也会找艺人或者朋友啊 他曾经跟我分享说 我觉得我50岁的时候 是不是要在大稻辰把街包起来 然后要做一个生日的活动 我想说我没有吧 我男人在喝多醉 我多醉 那我说哪来的能量 哪来的能量 我说还要办四天 我说四天 哥 你不可以把喝醉的话当真 我们内心是稍微觉得当真 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有那个能量 去做这件事情的人 你一直给我一种 哇 我很愿意分享活动 我很愿意参与活动 我甚至主办活动这件事情 你这个能量到底 why how 好 那首先呢 我觉得我真的有一个梦想 有一天自己的认识的朋友 我可能是一个中心的hub 然后可以串起很多人 我的确有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平台的这个wish 但是我觉得我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得很好 因为我没有把这些我认识的人 我认识的朋友 我认识的资源 做很好的分类跟整合 那如果有一天我想出来的一个很好的整合方式 那这个平台的梦想 或它能够发挥的影响力一定会更大 但我没有害怕办活动这件事情 可能跟我2006年开始做公关这件事情 就是职业上面给我的学习成长 我学到的技巧有关 就是我第一个我办活动的时候 我不会害怕去找人 因为我都会预设大家不能来 所以我被拒绝的时候 我是I'm very okay 我懂我懂 我首先一定会先把活动的人事实地物 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地点在哪里时间是什么 我一定要把它设想的很周全 然后讯息都拟好了之后 另外一边我同时进行的就是 我常常手写我这个活动要邀请的名单 譬如像KUJI那种大到两三百个人 甚至四五百个人的场地 那我要列的名单可能就不是手写列得完的啦 那我可能会去分类说我要邀媒体的朋友 我要邀KOL类型的朋友 我要邀哪些艺人朋友 我就会有大块的项目 然后每一个大块项目再去手写这样子 但是我如果是伴福伦社这种二三十个人 或者是可能到五六十个人 通常我就是一定要利用琐碎的时间 因为认真的坐下来的时候 那个思绪就是没有办法思考完整 然后会觉得很浪费时间 你就一直卡在那里想说 一定有谁我漏了 可是我就想不起来他的名字 可是你用闲暇的时间的时候 就会突然想起来说 对我还有一个人安迪 安迪就会想到迪克迪克怎么可以没有冤呢 然后就赶快手写下来 所以如果是那种二十个人到五六十个人的 我通常都是活动前三个礼拜 我手边就会有一张空白的纸 然后就开始列 想到就写 那有时候纸不在身边 我就会打开我的手机的备忘录 然后就开始写 哥我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你刚刚是先讲了说 你办活动的一些方法或准则 可是我想好奇的事情是 你为什么会一直想要办 你懂吗 就是那个能量 就是我可以大可躺在家里面 我大可都不管 就是我公关的这个工作完了之后 我的闲暇时间就去做其他自己的事情 我怎么又去参加统幸福轮社 就我男朋友跟我讲过 他好像 你男朋友其实也是个在家的人 对他跟我个性很不一样 然后可能交往第二年左右吧 反正前面也是很容易吵架 然后每次吵架都是因为 譬如说我去做什么事情 我都要一群人 是 因为我这样觉得很省事 就是不用分开一院 但是他觉得不行要两个人 不能那么多人 然后前一两年会为了这些事情吵架 然后有一天他就给我一个 我突然觉得 哇他真的是蛮有智慧的结论 是 他说有些人呢 他能量来源是要靠休息 就是充电的意思 那有些人呢 他能量的来源是去吸别人的能量 所以他觉得我就是属于后面那一种 就是我跟人越相处越多 我会越hyper 然后我就会有越多的能量 是 所以你其实完全不需要一个me time的时间是不是 我me time的时间需要啊 但可能就不长 而且我的me time都在就是滑手机回讯息 好像也没有在跟自己相亲 我觉得我可能有资讯焦虑症 因为现在手机你很容易讯息就是 一千个未读 是 那我的me time时间就是要赶快去消化这些讯息 然后同时把一些该回的讯息做回复 不会想说 哇哪一天我都不要回这些讯息 然后我就可以跟另一半翱翔在巴黎岛的海啊 翱翔在那个什么马里布啊 那种感觉吗 我觉得小事哥可能比较怕的是 哪一天突然都没有这些讯息 怎么没有人要找我了 会慌 你会吗 你会慌吗 会慌 所以你会你会有点怕 怕没有社群连结吗 大部分时间是会怕的 但是譬如说出国去度假这种 然后三四个小时之后 如果发现还是没有讯息 我就会 你就是主动me 对不对 就会划完IG再开始划Facebook 然后再看看LINE还有没有没有回讯息的 你这个也那你代表你症状很严重 蛮严重的 很适合做这些工作 我刚刚甚至是用一种很惊呼的语气 哥你资讯焦慮症偏严重 你少来你不是跟我一样的人吗 我其实我其实蛮乐于没讯息的 我蛮乐于没讯息的 是吗 是吗 我觉得迪克是嘴上说说而已 我真的我真的 我最近超容易就是不笑白的 对啊 这时候假扮人一只好忙就接一个电影 电影好忙就接一个刺刺 刺刺好忙就说我以后中日我都不用休息了 我要去做拉克论 我想说你这个也是偏风 因为我自己个人其实是一个比较 不是这么擅长加入到社群的人 说实在的 我是一个比较消极在加入群主这件事 就是你是要靠任务跟工作进入群体的 对 你没办法用一个自己本身的闲暇时间 去融入某一个群体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 我问的问题就会来自于说 我真的很好奇怎么样 融入到社群里头 或是社群到底能够对于个人有什么样的帮助 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有一些家里的长辈 也已经好久没有那种社群的感觉了 那到底社群之于人 或社群之于未来自己个人的生活 能够给予什么样的注意 是不是可以请小师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了同心扶伦社以后 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的生活眼界就会变得很大 我觉得社群这件事情 它之所以成为一个社群 它一定某一些元素 或某一些理念是一样的 然后这些人认同这件事情 它才能够成为社群 就很像兴趣不一样的人放在一起 然后连一个中心思想都没有 然后你把他们圈成一圈社群 这样就一定那个社群很容易就死掉 它就很瓦解掉 其实有一个例子很简单 就是脸书上面也是一天到晚在成立社团 可是这个社团如果没有很强的号召力的话 对于加入社团的人来讲 他可能只是因为我是某某人的朋友 他叫我加入我加入 可是这个社团没有一个很核心的向心力的时候 那个社团一滩死水 我们一开始参加扶轮社的活动的时候 的确是被动的 然后或者是我们会听到一些很像直销的话 比如说一个人走得快 一群人走得远 是要走多远 要走去哪里 不可能自己吐槽自己吧 好好笑 但是呢 慢慢的跟着做 然后做一阵子之后发现 他讲的有一些价值观打动了我 可能走到了 我就是要待在信义区 要走去多远 可能走到信义区的构级地带区 然后就发现 这个地段我以后也想住 然后我就停下来 自己解读自己想要听的 的确就久了以后 他透过很多身体力行的活动 去告诉你说 这个很形而上的 它其实是可以累积很多人 一步一步的力量去达成的 然后你参加完一次两次的活动 发现对 我好像离那个目标近一点了 然后就开始想说 真的是走很远 然后去完成一个 你真的不是一个人的力量 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我知道小师哥的那种感觉 就很像是你知道 找到了一群人一起完成的成就感 很像回到大学素营 好像大家一起举办一个什么活动 然后那个凝聚力顺天兵很强 然后大家就说 好 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 其实我平时可能不见得会有 有那个闲暇 或有那个力气想要去做的事情 例如禁滩 如果平时没人揪我 没有一个群体要求我去的话 我个人是死也不会 踏进去禁滩这个活动里面的 是吧 对 那我会想知道说 像同心福伦社 这样在运行的时候 它对于成员的参与 有没有一些资格上的认定 或是一些筛选的机制 比如太久没参加活动 或是他进来前 他需要有具备什么样的特质等等的 你可以先参加看看啊 对啊 欢迎来 所以我现在在问看看嘛 问看看嘛 其实第一个 他愿意付出时间 有一些人对里面有共同的价值 但是他真的没有时间 他只能暂时离开 可是我们每次办活动 只要他时间可以 他就一定会回来参加 那所以能够留下来的人 是第一个他有时间 他愿意把他的生活中固定切出来一块时间 是给社团 然后给这个社团里面的朋友 然后第二个就是 当然是一定是他有共同的理念价值 那这两个人数在一起的时候 就不用筛选啊 那每一次办活动都是大家一起 群心群力 同心协力策划出来 其实无论哪一个 无论是人进入到群体 还是群体进入到另外一个更大的群体 都来自于说 必须要有一个主动性 对 就那个主动性 好像跨出去那一步之后 其实很多事情都越来越顺利 后面就顺了 对 正所谓投过身就过 小师哥应该没有什么 闲下来的空间吧 我们目前是没有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在未来十年内都不会 那你现在还有想要加入什么社群吗 因为我知道你还有在打羽球吗 你还有什么社群 是我们不知道的 除了同心夫人摄影官 你现在有哪些群体可以简略 你练给我们听听看 简略的讲一下 我看一下我的X 好 没有啦 不可能是黑糖家族吧 什么是黑糖家族啦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我推的涉略的没有很多 我一看都没有加入 这个是金钟奖评审可能不需要知道的 那你自己在做剪接 只有Podcast能听到 黑糖家族就是一个群P party啊 是有哪个网黄号召的 就李小黑啊 哦 看过我看过影片 你也involved在里面吗 他们审核很严格 他们审核很严格 你每次要抢那个资格 很难进入 要抢的吗 你用抢的 因为太多人了 而且我跟你说 黑糖家族真的是落实了 就是形体自由这件事情 无论你是哪个身形 去那边就是都要给完 都要备完 哦 所以他们珍贵的地方就在于你要抢到就对了 你进去后你什么申请你都可以获得就是幸愉悦 哇 是个乌托邦 that's right 那你要不要来成立这样一个平台 我很难欸 不会啊 你 其实没有很难 我们可以试试看啊 你可以试试看啊 不是我们可以试试看啊 你是推特推主耶 我觉得这个社群的确是可以讨论一下 但是后话 小事哥你有什么社群 你不是黑糖家族 那你有什么社群 我几乎从幼稚园的没有社群 你国小的还有保持联系 现在还是有社群 国小的 国中的 有国中的 高中的 我们高中很特别就是 因为高中其实大家四散在不同的城市里面 然后我们都约好 大年初三要回到台中一中附近吃饭 是 吃完饭然后就很像老人一样 然后一起去一钟晃一圈 是 然后拍拍照 然后那个年才正式宣告过完 这个仪式keep很久吗 大概十几年了 哦 很厉害耶 你们怎么keep住这件事情 当中都没有人流动是不是 对 然后平常 其实那个群组是死的 就是不会想 然后等到像现在接近过年了 过年前一个月 就会有人突然跳出来说 请问今年订哪里 然后就会有人就开始给意见 通常这个讨论不会超过一小时 就决定那个餐厅 然后就接下来请接龙 然后因为有一些就是有小孩嘛 他们就会决定 就是今年是另外一半 还是连小孩一起带来 哇 请接龙这个 这个是有在揪人的群组的术语 对 要算人数 但是其实我们那个群组就是 七个很好的朋友 那 哪一次看到大家身边的那种伴侣啊 或什么的 是什么感觉 等于说你们从小看到大 对啊 我们就是 我看他们啦 我看他们都是从没有女朋友 然后到交女朋友 然后到老婆怀孕 然后生小孩 然后那小孩从抱在手里 到现在就是活蹦乱跳这样子 那想问一下 有没有人是 你知道老婆不一样的 还没有 还没有 好险 还没有 我真的很会问他 你真的是很 很看不得人家圆满 我想想想看 连换女朋友 这个事情都没有 还好 我没有带过男朋友 给他们看 因为我都一直在 本来是你换的凶 我记得你跟你现在的人 五年嘛 所以等于说 五年前跟五年后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就看到 不一样的 小事哥的另一半 对啊 好用 你干嘛不带 就怕遇到你这种同学 对啊 小事 你也不同 没有 我现在才讲到高中 如果不让我讲完的话 可能我们会录到 你记得 记得 还有大学有吗 大学当然有 而且我念过两个大学 两个大学反而比较 比较薄弱一点 然后出社会以后 就是工作上面的群组 工作群组都还会保持联系吗 对啊 每一任的工作 每一任的工作 常常约出来吃饭 很厉害 然后再来就是福伦社 那我现在念台师大的GFEMBA EMBA更复杂 EMBA每开一堂课就一个群组 但大部分都是同学 对对对 然后福伦社呢 会再研发出兴趣型的社团 那我参加了羽球社 EMBA也会研发出兴趣型的社团 有瓶酒社 有羽球社 你又有瓶酒社跟羽球社 光羽球社就两个 对对对对 还有吗 还有去路德贤会做志工啊 所以会有志工的群组啊 男友的活动 之前有参加热线的手语班 所以会有手语班的群组 你还在那手语班 你还在手语班 差点想要去应征守天使 这段危险 这段危险进去 这个热线固会不会过 可是我觉得你很厉害耶 你都没有停下你对于事情的好奇心耶 你是本来天生就这样子吗 还是你就是 没有我还 我跟你讲问你 你还有没有什么想参加的活动 我也讲志好奇 兴趣社团 对对对 那个什么黑糖家族 我拯救你啊 跳街回来 那边会被剪掉 还有吗 还有吗 还有啊 登山啊 你也有想要登山的欲望是不是 在观望 你想要爬百岳的感觉吗 不用到百岳 但是登山也是 棉月线 对 想要参加的一个活动 先向山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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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山已经不是说随便走走 先见眼 够吗 目前大概是这样吧 接下来可能要就是加入一些长照的群组 这也很重要啊 对 这很重要 你为什么这么open mind 以前就这么open mind吗 我是 所以你从来没有那种什么内向害羞的阶段 有啊 一定有啊 我看不出来 真的 会 会 我蛮感谢小时候的老师 小时候老师会逼我们每一个同学都上台 那上台一定会紧张 所以他会逼我们去 去你要克服那个紧张 然后去讲话 但是我小时候真的是人员很差很差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突然国小毕业以后 突然开窍 对 突然开窍了 觉得我不能当一个别扭的小孩 我后来发现我有一项技能是主持 嗯 对 就是只要让我拿到麦克风 我就会讲得很顺 可是拿起麦克风要打开的前一分钟 跟刚开始的后一分钟 我其实是很卡的 那你一直有选择就踏出那一步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厉害 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一直卡在那一步 卡在那个一分钟 然后踏不出去 然后就停在那 对 拿起来又放下来了 放更深 哈哈哈哈 放进贵子里 哈哈哈哈 跟你没有 你抠着 我觉得你很强 这真的很厉害 回过头来讲 参加社群就是来自于有多那个一步 嗯 那到底社群能够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帮助 为什么我们要持续找寻社群的归属感呢 我们来先听这一段小介绍之后 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老年孤独症是一种持续的 主观的 负面的情感体验 源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不足或不满意 可能与个人的性格 期望 态度 价值观等因素有关 根据众望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 2021年的统计结果指出 台湾有190万位60岁以上的长者 过去一年与不同住亲友 聚会频率少于一个月一次 显示现代家庭关系的疏离 养儿防老的观念也迅速松动中 参与台湾同志咨询热线老童小组的智空小树 也分享了对于未来生活的担忧 我们对老已经够害怕了 还无从想象 未来老了之后生活的样子 也可能因为老或缺乏招有空间 到最后只能孤独死 南台科技大学教授邱毅宁指出 社会参与对于生活品质具有正向影响 社会参与程度越高 对于生活品质的感受也越佳 因此如何走出舒适生活圈 提高接触到人群的机会 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并重建归属感 找回生活中心 是目前的重要课题 回到节目现场 小诗哥最近呢 就是有回到学校就读 刚刚他也有提到 EMBA部分 全民有没有跟大家介绍一下 Goldball Fashion EMBA 师大的时尚美学 这个在子专班 其实是非常的扎实 因为有很多厉害的前辈在里面 然后同时有很多业界的讨论啊等等的 关于说品牌的永续性啊 ESG啊之类的 有做功课呢 有读书呢 虽然一开始还想说ESG是什么 我只知道ENG English 也不错也不错啊 你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为什么会填报 有一个推理一个拉理啦 其实就是在工作上面啊 已经工作了二十几年 所以就会觉得自己一直在消耗 加上我刚刚说的 我可能就是一个有资讯焦虑的人 是 我会觉得说我一直在output 我没有学新的把戏 这样子很危险 那所以我会有资讯焦虑 所以我觉得回学校念书呢 其实不是去年才开始 是从好多年前十几年前 我就觉得自己快被掏空了 然后我就觉得我需要一个进修的管道 所以你已经想很久了 很久了 那这一次推你一把进去填报的原因是什么 就我是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太累了 累到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勇敢的跨出这一步 然后但是我不知道跨出这一步 会直接跨进一个这么缤纷绚烂的世界 我那时候真的是因为太累了 然后我就想说反正我就去赌一把 我就偷偷看 没上就算了 结果反而还上了 结果就上了 上了之后我想说那 就念念看 反正就当作周末去上一个整天的讲座 就这样子 是 那如果不行就算了 对 那没想到这么行 行到就是 这个世界之灿烂 就是吸引我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这辈子没这么爱念书过 对啊 我其实蛮意外 你在学校这件事情 感觉过得很快乐 就同点书社群就感觉到 小师哥好爱念书哦 而且还要听课 而且他还要听课 他是有归属感在这个EMBA里面的 非常有 我想说哇 是在学校受到了什么样的刺激或是养分吗 或是去念的同学们大概都长什么样子 以至于你跟他们的连结这么强 或是说教授他是一个怎样的背景或是教学的模式 而且你有荣誉感在里面 对师大GFEMBA的学程设计啊 他也是有两块比较鲜明的特色 一个是呢 管理学院的那一些基础管理的课程 但是上面会讨论的呢 都是用哈佛管理学院啊 或者是台湾知名企业作为案例 所以都直接就是真枪实弹的 跟你在课堂上面做Case Study 所以他不是那种叫你去背什么行销理论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考试哦 然后就是要你写出那个新销理 这个你应该也没办法吧 对对对 那同学们我们班有34个人 来自各行各业 所以你会听到很多就是让你脑洞大开的答案 就是我们可能之前同文成太后嘛 我们都会用媒体怎么想 或者是市场怎么想 像我们有一个同学他是 他六十几岁了 是个阿嬷 然后他是如果你们有出国啊 然后经过那个 桃圆机场那个航下会有一排的书法 大家很耐在那边拍照嘛 那是他的末宝 哦 然后也有艺人啊 像我的好朋友六月啊 然后也有跟我一样是做媒体业的 然后也有做美法美甲的 各行各业 然后也有做服饰fashion品牌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跟美学养成有关的 因为师大的这一门 艺人毕业的课 他最大的特色 可能是目前其他学校还没有的 就是他很重视美学的养成 那所以在课程设计上面 像我们刚结束的那个学期 我们有美术系的系主任 然后又或者是故宫的前院长 故宫的前重要的部门的专员 来帮我们上课 那我想问 因为你在学校要等于说要重新吸收新知识 或是安排你的这个学习规划等等的 在忙碌的生活之余 怎么样重新规划你的学习计划呢 这也接到刚刚那个话题 因为学校的世界真的是太缤纷灿烂了 而且也会发现自己过去学的东西 有不完整或不足的地方 所以这一块的机会 我就很想不要浪费它 因为我也可以作业随便教 我相信我用混的方法 也可以拿到文凭 但其实那个文凭对我来讲 就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那个学习的过程 我不想浪费这一次学习的机会 所以我后来的确就权衡之下 我要让我自己有比较多的时间 可以用来规划学习 所以我做了一个很认真的决定 我跟老板跟老板老板一起讨论 然后他们也支持我的决定 所以我才转换工作跑道 那我也很幸运 我现在老板选择了我 他给我的工作 让我有发挥的空间 同时也让我有足够的时间 来规划我的学习 那怎么规划学习历程呢 其实每一学期在开课之前 我们都会收到新的学期 你要修几学分 这个课程是什么 然后你就要把自己的时间 像切蛋糕一样 切一块一块给他 那小师哥你现在投入校园 学了比较多系统性的知识之后 你回去看以前的工作 比如说googie 这一个 万宝龙啊等等 这种时尚单位 你有多了怎么样不一样的视角吗 就是你以前看一个品牌 跟你现在看一个品牌 会不会注重的地方不太一样 我现在还在经历的过程 那我知道我自己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我很难现在就下定论说 你现在这个感受就是对的 或是已经固定的 对 还在流动 对谢谢你帮我接 可是代表说你真的在消化 因为有些人你知道 他可能接受到一个资讯 他就喜欢半瓶水 想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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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讲百人智吗 我说迪克 我倒是没有自知知名的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我以前都是做行销或公关的工作 我很容易局限在function 就是我这个行销跟公关的功能 去看公司的策略 那现在比较会从 制作面吗 管理 就是整个品牌营运的角度 就像我们在课堂上会讨论很多 就是有关成本控管的事情 那还有有关人事管理的事情 那现在会思考的角度比较多 但是我还停留在 我现在只是 我知道有这些面向 我该怎么思考 但我还没有那个实际的practice 或者是我还没有到一个 真正的高度是 我可以很具体的讲出 每个面向它应该长成什么样子 是了解 那换个问题问你好了 就是像你接触到 这么多high class的东西 例如说 你看珠宝类的 品牌的 精品类的 车啊 手表啊 男员啊 The One啊 建筑 建筑 对这些东西 这些high class的 对你的生活 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你会不会对于你自己在 享受生活上啊 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观点 例如说我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生活 也要往富豪人生走 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肯定每个人都要wish 自己要往富豪人生走 谁不希望生活过得更舒服 或者是更有质感一点 对 对嘛 可是有时候没有碰过就没办法想象 可是你像你碰了这么多 感觉你会碰触到的 或是你想象的就会更丰富许多 那这些影响对你的日常生活 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最大的改变就是 懂这些事嘛 我懂事了 我懂这个事件 这个产品 它的最好的状况 譬如说一台车子 它最好的状况 可以到什么样子的level 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 蛮好的优点 我自己觉得 就是我不是一个那么 物欲追求的人 有一些人 如果你知道这个level 他就会拼命地想要去 一定要达成 然后你可能会给自己很多的 也许是负债 也许是压力 那我觉得 没关系我知道他 他的level可以到这里 但是我目前我能力负担得起 可能是 某一个阶层的 入门款 但是我也可以很开心地享受 入门款的东西 小诗哥的态度就是 我懂是为了不要慌 不是我懂了之后需要他 对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 走到最后很容易变成忠欲 买很多 忠欲我也蛮重 小诗哥 黑糖家族 等你 然后我递报名单给小黑 不可能是自己的共识 我每一集的共识都超快 可是我觉得对表大家 接受到很多资讯以后 更重要是知道自己现在适合些什么 因为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是 你的朋友take你的 在那个婚姻评选的那种投票的时候 你回去台中投票 然后就遇到你一个朋友跟你合照了一张 他就说 我的高中同学小诗一直是婚姻评选很前线的人 然后他也曾经做万宝龙的经理 但现在感觉跟他很遥远 但没关系我支持你 所以他最后要讲的是我支持你 可是我看到的是 你跟你的高中同学已经在不一样的立足点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 关于说可能我们每个人的阶段 或许吸收到的资讯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我们好像都持续的在慢慢的往下一个阶段走 那你怎么样看待跟你同龄的 但是并不是可能有接触到这么多丰富有趣资讯的朋友们呢 你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这就是生活最丰富最好玩的地方 简单来说他们很像是我的 对这个世界的那个张开来的触角 所以我透过他们我才能有办法知道说 所以不然我的同温层就只能局限在台北 甚至只局限在精品这个领域 我有同学是在夜市摆摊的 比如要跟我聊夜市的事情 脚头划分的事情我也是可以聊的 然后就觉得很好玩 就是他们都是我对这个世界认知的一个重要的触角 然后我念过护理系 所以我有同学都是在医院体系里面的 我很谢谢他们给我很多的养分 养分 听起来我就是一个吹狂魔会一直吸人家 吸人家了 小师哥这真的不能是这局的阶位 小师哥吹狂魔 狂吸 这局的hashtag 还想当黑场家族了 黑场家族的练习生 我们能懂啦 就是你看听到他讲说 他有护理系背景 内心还吃惊了一下 然后又知道他对于精品的了解 然后刚刚听到他能聊脚头 我觉得也是对来讲也是很意外的事情 很像之前那个什么经济部的部长 他们都说他是从黑手起家 然后每一个阶级他都有接触过 所以他从最高股值的大老板到小老板到中小企业老板 他全部都认识 因为他知道无论上中下游他都必须要去认识他才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 所以我觉得好像如果有机会可以多接触不一样的事物的话 对于未来的空间也会发展的越来越丰富 所以提供给大家 那接下来呢 我相信一定有些听众朋友们对你有点好奇 我们准备进到下个单元日常对话 在这环节里头呢 我们要征求数题来自听众朋友们的提问 问他们对于未来长大生活的想象 也请小事哥依照自身经验回答他们一共三题 小事哥你准备好迎接第一题了吗 好的 第一题呢是来自我们一个24岁的少年 他想问的是 小事哥一直都是很谦虚和善的一个状态 想知道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的个性吗 还是进到了公关产业之后才磨练而成的 可以给一些年轻朋友们一点小小的建议 关于自己个性上养成 因为有时候我们进到社会的时候 可能是有人有叫的 但结果过了一阵子之后就变远了 那我先想想我自己24岁的样子好了 我24岁的时候还在做杂志 所以我也是一个小编辑 然后常常出去外面采访 大部分的时间 因为去采访的对象都是来头很大 所以我觉得我的态度永远是比较中间 甚至有时候会比较卑微一点去做发问的一些提问 尤其是我去了中国之后 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有一些不好的工作习性 例如什么 譬如我在中国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们工作的阶级意识更强烈 那所以你要能够工作可以顺畅 你必须要刻意武装出自己强悍的一面 可是这种武装出来的一面呢 万一他内化成生活上的小习惯之后 你很容易让人家觉得你是不好相处的人 你是阿爸的人 对 然后我从中国回来的时候 我带着这个不好的习性口气 在跟我的vendor 就是我的一些合作厂商讲话 然后讲完电话以后 我很感谢我的同事 我的同事说 天哪你怎么这样子跟别人讲话 我就觉得是跟你平常不一样 你平常就是一个个性很好的人 但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跟厂商讲话 你好像在霸凌人家 你可以张开你的耳朵 听听看身边的朋友怎么评价你 因为他们给你的评价 往往是会是一个真实的镜子 那也因为类似这样子的事情 很多慢慢把我的一些 有灵有脚修的 没有那么有灵有脚 越来越圆融一点 越来越圆融一点 那你在家会展现出 你那个有人有脚的部分吗 也是不会 你可以访问一下豆豆 豆豆沙男友 豆豆沙男友 来安迪第二题 好 这一题来自五十几岁的安迪妈妈本人 哎哟 他说就是现在到了这个年纪之后 其实就是小孩跟老公 不需要再特别的照顾了 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时间多了很多 对 但要怎么去找到别的 有兴趣的事情做呢 好常觉得说 要找事情做 可是就觉得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热情 像小师哥回去学校 他自己想了想之后 又会觉得压力好大的感觉 这绝对是社会的常态 您是社会中的特殊的朋友 对 好 请分享一下 像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朋友 你可以怎么样给他一点建议 不管是心态上或是实际的作为 都可以 yes 好 当然就是不能给自己一下子太巨大的目标 除非你对那个东西有很大的渴望 像我去念EMBA 我就是有那个巨大的学习的渴望嘛 所以我才去报这个名 是 但是一开始 如果是想要找到有兴趣这件事情 其实方法真的蛮多的 第一个就是 就是家里附近走一走 就会发现有很多学习的机会 我现在很多的社区 不是都有开放一些社区的课程 哦 不知道是李明会堂 或是社区大学 你有去过吗 那种李明的大学 我没有去过 但是我很喜欢看这些布告栏 我就觉得 这个课还蛮有趣的 如果有时间 好了 我不要再给自己找太多的事情 但是我还蛮常看这些布告栏的 就会发现 所以开给李明的也有很多的课程 那不一定要学习啊 光是运动这件事情也可以很有趣 那现在很多的社区 或者是区域性的 会有那个健身中心 去报名参加 然后你从运动里面 就会找到跟你的同好 再来是从LINE的社群去找 可能会有兴趣的 你可以先观察 然后观察 如果这个社群是适合你的 你再involve多一点 然后再从里面挑 也许就会找到属于 你自己会有紧密结合的社群 我真的觉得管道蛮多的 那如果家里走一走 还没有找到适合 那就往学校走一走 或者是往银行走一走 看钱会不会掉下 真的往银行走吧 他真的会当真 他想说 这个编辑 富豪人生的编辑总监是这样说的 那我去走看看 去走看看 走看看啊 尤其是李专 他们会提供各式各样的活动 给你选择 真的假的 真的 哦 好实用的知识 那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好了 如果今天 安迪的妈妈是没有 其他朋友可以陪他一起去 他一个人 好像怕怕呢 怎么办 妈妈一定有朋友吧 还是妈妈的朋友都很忙 其实我觉得不见得会有朋友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 非常传统的妈妈 他们可能在扶持家庭的过程当中 跟过去的朋友都没那么紧密的 可能有一些姐妹可以联络 但是我觉得 他们习惯被揪 不习惯去揪别人 对哦 对哦 就是这样 我妈就在周末说 都没人跟我吹 可是其实 她的朋友 平常会聊天的蛮多 但她没有自己去揪别人的习惯 那你要鼓励妈妈做一个主揪 她就会获得新的 学习的 但她们有那个主揪的能量 那就去跟小孩靠腰 那你试着陪着她走一走 有啦 就会这样子做啦 只是她好像 久了觉得这好像也不是个办法 小师哥会陪自己的家人主揪吗 我妈一定会觉得 我凭什么来聊这个问题 我根本就是没有在 那妈妈会 妈妈会 妈妈会没有那种 那个能量去做其他有趣的事情吗 这一点可能是我遗传到我妈 我妈可能也是一个 让自己嫌不下来的人 那她其实她的兴趣也很少 但是她 寄情于宗教的力量 哦 所以她就会去庙里面当志工 那准备接下最后一题咯 这个题是来自于29岁到30岁的一个朋友 他的经验是他有一个年龄差距超过10岁的伴侣 他有时候会很好奇另一半是怎么样在伴侣关系中看待自己的 所以想问一下你自己有没有就是跟年纪教长的人交往的经验 然后有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你有跟比你年纪大的人约会过吗 或是在一起过 有啊有啊 有大20岁的在一起约会过 那那个时候你几岁 那时候29 30岁 嗯 了解 那你那时候伴侣怎么样看待你的 你们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吗 他算是一个dating的对象啦 然后我跟年纪大的我反而觉得没什么障碍 就是因为我觉得 换言之 跟年纪小的充满了障碍 也不是 跟年纪无关 好 跟年纪无关 哇 动给我跳 所以跟年纪大的交往和年纪照想的交往 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年纪照大 他毕竟就是吃过的盐都比我们吃过的米多嘛 所以他的人生阅历很丰富 那他又爱讲 那我们就是高兴的像吹狂膜一样 吸他的人生经验 所以我觉得没什么障碍 但你要保持一个你愿意学习啦 你不能觉得他都在移老卖老 哦 那如果你跟年纪小的人交往又有什么样的感觉 就年纪小就真的不是年纪小的问题 是他要是不是个吹狂膜 他如果不是个吹狂膜 不想听你讲话 那就会有问题 不是不是 是这样吗 不是 是这样吗 两个人都误会我了 你不要太招去 对 就跟年纪就没有关系了 譬如像我跟痘痘之间就没什么问题 你看 他对世界永远保持着跟我一样热情开放的心 要确认 要确定吗 要确定 要确定 我不觉得林痘痘是这样的身法人 我每次看到他 我都觉得他跟我很像 都是社畜 因为有时候会被小事哥揪去一些KTV的剧吧 然后就看到痘痘就是你知道 双腿并拢 然后拿着酒杯 然后政经纬坐在旁边 没有然后问他要吃什么喝什么 还要帮忙碟什么 他是写内住的态度 但大部分他就是在那边 对在那边 然后迪克就会跟他凑在一起 个性很像 就暗迪就在旁边唱歌喝酒 迪克就坐在旁边 快吃这样子 但我就不管年纪大或年纪小啦 就是两个人的话题可以不一样 但是至少对方讲话的时候要 要愿意听 愿意听 然后要找到一个沟通的方法啦 譬如豆豆也常常讲我没有兴趣的话题啊 譬如他讲太多政治我就会开始放空 然后他也会慢慢的发现有一些话题 他很想讲 那他讲到一个点不要太多 有时候不是不想听是真的跟不上 跟不上 对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刚好跟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的小诗歌的男朋友 小他 17岁吧 18 18岁 有一个这么年纪差距的一个小男朋友 对你自己跟他的沟通上有什么样的障碍是需要克服的吗 或者你怎么样看待你伴侣关系中的这个年纪小的对象 现在应该过这么久了应该是蛮好的啦 我觉得应该是看当初在一起决定要不要在一起的时候思考过哪些问题 这我也非常的好奇 你很会问问问题 我只是情绪渐进 我不敢一开始就到这个位置 在考虑交往这件事情啊 一直属于比较冲动派的 就是我没有想说 未来怎么样会有什么后果 反正就是 感觉来了 我觉得可以交往了 就交往 但他会想比较多 他会内心可能演完365万种结局 然后就说 嗯好那交往看看 啊不就要交往了吗 还演那么多结局 是 然后所以他想了很多 譬如说包括要不要住在一起 然后家世要不要有明确的分工 然后很多耶 太琐碎了 我列举不完 但是中间的确经历过一些 磨合期 他会把他的wish告诉我 然后我有一些没有在意 后来发现是他的地雷的时候 我以后也会学乖 譬如说 刚刚讲的家世要不要分工 我想说 啊不就谁有空谁去做吗 然后 然后发现你都没空 你知道 这种云淡风轻的人 就是都不做家世的那个 所以就很坚持家世要分工 我们就会乖乖的说 对啊好家世要分工 不然有人会暴障 那这就是沟通的过程 所以我就无关年纪要沟通 那你怎么看待你们情侣关系的他 我们站出来的时候 你有觉得他比我小吗 好像还好 对啊 那就结束了 就是 就你保养的很好 有啦 有小但没有觉得说差很多 对不会差很多 对 我不会去看他年纪小 就是年纪真的没有被放在一个 评量的标准上面 因为毕竟他看的世面也够广 这样子 对啊有一些价值观不一样 我们就尝试着沟通 嗯 那你平常聊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他可能没什么兴趣 因为你刚刚是说 他聊政治聊太深入的时候 你会恍神 那你聊什么时候 他会觉得 好像也点到为止就好 他现在一直无法进入的世界 就是酒的世界 哦 譬如我懂这么多酒 但他就完全滴酒不沾 所以最近他试着跟我讲说 那个叫我教他品酒 嗯 我想说 品酒这件事情 要你首先要敢喝啊 哦 他是连喝都有障碍的人 哦 了解了解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最后那个问题刚刚是 逗逗本人问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XX 所以我刚刚说二九三十吗 哈哈哈哈哈哈 豆豆自己听啊 他这样解释 我已经问到你要问的了 真的 还好 我觉得 回答的很OK 还行 还不错 我觉得还不错 除了刚刚感情可以继续 我们回去再听一次不行的要检查 除了刚刚家世的我觉得偏荒谬 哈哈哈哈 但家世这个不是豆豆问题啊 这一听就是小诗格的问题 哈哈哈哈 好 接下来是我们上一周的来宾 他对于你有一个好奇 但他不是对于你这个人 而是他就是他自己的人生烦恼 希望你可以给他一点建议 所以我在发照片的时候 我其实就觉得说 没有关系 就让大家知道我就是50岁了 而且我其实看不出来嘛 但后来就发现 就是在交友软体上面 你不可能打上50这个数字啊 你一打上去就是 人家就想说你骗照或者是怎么样 就会自动的忽略你 不要说别人啦 我也会嘛 嗯 那请问应该要怎么样突破这样的困境 对于我们这样 AA世代的 哈哈哈哈哈哈 在意那个词啊 撞世代交友 哈哈哈哈 撞友们 撞友们 来撞一下啊 可以怎么撞 开撞了 快撞 快撞啊 开撞平台 来 下周来宾 请你帮我解答一下 好 怎样去认识 跨出自己年龄层的对象 因为其实有些人会在意说 哦 你是不是谎报年纪或什么的 有时候会在交友上 我当然会 稍微让自己的年纪看起来比较 小一些些 或是让自己的 可能体重瘦一点点等等的 当然有一些善意的谎言 可是 你知道实际真的碰面之后 真的得知的时候 有时候会让对方觉得说 你是不是在骗我 我觉得你会好像被冒犯到了 哦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要限缩在情爱上的交友 对 情爱上的 我不是跟你讲那个什么 因为工作上交友 他已经很会了 我不用跟你讲羽球的 他从国中就很会交配偶 对 我不要这个 我要的是跟你就是 谈恋爱 有信息引力 对 有信息引力 对 你怎么样开启这个 我想约他出来 或是释放恋爱的讯息 因为要认识要交配偶 我相信小师哥一定很会 但是要怎样在这种 友情之外散发情爱的废洛蒙 你怎样踏出这个地步 你可以就分享你五年前 怎么样拔到痘痘的 我就直接跟他讲 就交朋友这件事情 对我的确是不太困难 那所以我也会建议小茂呢 就是交友软体就拿来约炮就好 我以前是这样 我的交友软体就是拿来约炮 谈恋爱还是要从实体下说 我觉得谈恋爱还是要从实体 实体里面就是 我只要觉得 我现在看迪克队演了 那我就会直接跟他讲 我都是直接来 你直接说什么 就是我觉得你很棒 我需要来约会看看 这样吗 对 类似啦 那也算属于一见钟情形的咯 还是你要累积 因为你不可能第一次看到痘痘 就跟他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吧 一定会有几次 先试探型的约会 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我的进程 算是比较快的 假设现在在一个场合里面 有认识的新朋友 然后我觉得这个人 已经开始燃起一些费洛蒙 我就会想办法再多制造一些机会 下次跟他碰面 然后让我有机会观察他多一点 也让他有机会看到我多一点 但你要怎么去测试这个好感 你怎么测试好感 你怎么知道痘痘也喜欢你 而你去踏出了哪一步 这只能意会不能演出 这我没有办法变成一种武功 但是 你是会透过喝醉之后的触碰 还是说你会聊哪些话题 你有误会错过吗 有吧 有吧 那误会错怎么办 很尴尬 就错了 就错就错了 就很坦然的接受 一定会有那个 乱枪打脑没有中的时候 一定是从星座跟兴趣 还有电影 我觉得这三个是 比较大范围 但是又很容易聚焦的题库 那如果他讲的兴趣是说 我喜欢看动漫 那这时候怎么办 刚好我也就可以聊动漫了 哦 他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题库 来解答这个兴趣 我以前还跟着打架 脚头我也可以聊 然后电影 我喜欢建筑跟古迹 南园 南园有没有听过 然后他就讲电影说 白瑞英是我朋友 对 什么都可以聊 所以要掌握自己能聊的内容 对 然后不要害怕发生误会 就是你就算发生误会了 那就算了 就把它放一边 那你会再把这个人再接回来变回朋友吗 会会 你还会再把他接回来变朋友 一定会啊 那你的前任们呢 都还可以跟你当朋友吗 都是朋友 那我反着问一题好了 就是既然小事跟这么样的open mind 去教各种不同的朋友 或是约会的对象 那有没有哪些人的特质 或是做哪些事情 是会让你从此不再联络的 可能是感情上的地雷 或是友情上的地雷 都可以 我觉得他带有侵略性的功利主义的时候 尤其是金钱物质上的吗 对 这种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要很明显地做出好几件 让我觉得不负责任 负责任是我看待朋友 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是 所以如果让我发现这个人 他非常的不负责任 他会突然让某一件事情开天窗 他就会被我unfriend 但目前为止这种人很少 但有了解 他还是有底线的 我有底线 就你要抓出底线之后 你才能知道说 那我可以让朋友 有多少空间去发展 跟发挥 好 那谢谢小师哥分享 小猫哥的这个问题 那我想问的是 你近期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问我们下一集的来宾 我现在快要50岁了 再加上那个事情很多 所以我想要问下一位来宾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谁 在时间管理上 有什么秘诀 可以让24小时变48小时用 这48小时你是想要用来工作 还是用来享受人生 还是用来交朋友 那就可以让我做更多的事情 哦 极度写不下来 极度写不下来 就是时间管理的部分 时间管理的技巧 对 谢谢小师哥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他的故事 还有他的交友的法则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没有 持续地去建立起那些朋友的连接 可是我觉得随着年纪增长 反而这才是最需要的 因为情人会有很多的变动 在做的是 能不能让友情长存 然后持续让自己有归属感 其实是我们很需要讨论的一个课题 没错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找到自己的好朋友们 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 请大家就到各大Pocket平台 再订阅讲完之后跟我们IGG&D跟安迪的 WSJ0309 我个人是FONG1997 请大家记得多多订阅我们哦 就这样子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我们之后还有一个小后访 逗逗的部分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你们两个 现在已经交往五年了 然后又经历过了很多的波折 你们没有想要 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吗 我不介意啦 虽然我们两个 有聊过吗 没有认真聊 但是就从言谈之中 但你会避免聊这个话题吗 不会 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 其实比较关系的是 我们两个背后的家庭 那我们两个的原生家庭 都是比较保守的 是 那像我妈是已经知道我是gay了 所以我觉得我的门槛比她低一点 今天如果说要喊结婚 我觉得我比较容易过家里那一关 是 因为我就跟我妈讲 我就想结啊 这样子 那逗逗比较复杂一点 她家长辈可能只是猜测 还没有正视 同理性她是同志的身份 所以要从 连这个基本门槛都还没过 就要讲到结婚这件事情 那个对长辈们冲击太大 我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你不是有去看豆豆的姐姐吗 对啊 你们有一起吃宵夜吗 我想知道是豆豆怎么样介绍 专利她的家人 然后她姐姐是什么反应 我们还没有正式面对面见面的时候 她已经有跟她的同辈的 不管是堂兄堂姐 表哥表姐这种 只要跟她同辈年龄成的 都知道我是谁 我是她男朋友 然后我在做什么职业 我最近脸书好不好笑 他们都知道 蛤 她这么open的 所以你们的关系是很 很share给所有人知道的 因为我的部分 就一直是很开放 跟我相关的亲戚朋友 全部都认识豆豆 是 那豆豆的开放的程度就是 她只针对她同年龄成 那她长辈的就一律 屏蔽 屏蔽这样 对屏蔽 结婚这件事情包含了长照吗 您之前分享的长照签约仪式 你的结婚没有love fantasy吗 love fantasy 对啊 长照签约仪式听起来 很没有love fantasy 我觉得这个 听起来很像责任 对吗 我觉得听起来蛮可爱的 我觉得超 超fantasy的 哪里 就是当然 吸手变老这件事情 听起来是个浪漫的事情 很浪漫 可是长照听起来就有一种 我内心听起来有一种 你知道责任感 在肩膀上的感觉 好 那就这个点 我就分享为什么从同志婚礼变成 长照签约仪式 是因为那一对朋友 其中一个新郎是我们 同心扶轮社的社友 是 那她爸爸妈妈是 认同她是同志身份 但希望她不要结婚的 她的另外一半是新加坡人 然后她的家庭都已经很认同 他们可以结婚的 所以这个婚礼已经是 就是寻回第三站 他们先在新加坡 然后再去雪梨结婚 因为那个新加坡老公是在雪梨毕业的 所以她为了同学在雪梨也办了一场 然后第三场就是台湾 台湾这场她半年前就跟我们社友们讨论说 怎么办那婚礼 她想要请大家来玩 但是她希望我去讲说不要写婚礼 我说怎么可能 大家来参加婚礼一定很嗨啊 那一定会po照片啊 怎么样都知道这是一场婚礼啊 然后我自己这样讲完以后 我就突然想到说 对不要讲婚礼那可以讲什么 我就说不然我们要大家hashtag 一个长照签约仪式 然后全场大家觉得我很有创意 所以我很得意 你真的很有创意 长照签约仪式除了可爱之余 她又多了一点现实层面在里头 她功能性在心中 因为她的确 的确未来就是要互相照顾彼此 对 然后呢 那一则贴文po出去了之后 然后我又收到了另外一个婚礼的邀约 就是台湾设计师汪令玲 她上礼拜结婚 她请我去当她的婚礼主持人 然后她从决定婚礼的时候 她就说 小事你那个长照签约仪式太赞了 可以让我使用吗 我说我没有注册 你拿去用 她的婚礼叫我主持的时候 要announce 这是长照签约仪式 这是一个异性恋的婚礼 所以大家其实对于功能性这件事情 也是越来越能接受了 对啊 就是婚姻在这个社会的功能底下 为什么我们要从情侣踏入这个婚姻制度 其实它是有所谓社会功能存在的 我觉得就是这个名字就很好用 但是你的问题应该是对我婚礼 有没有什么fantasy的想法 当然这都是一起的 这全部是一起的 我其实想过各种 就是脑海里也是演出了 三千五百六载种的婚礼的组合 但是我觉得婚礼它就是一个仪式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自己会有婚礼的话 它不会是那种大稻成风街或小巨蛋租下来这种 虽然朋友们可能来的人数不会让封街看起来太浪 但是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大 就是办过这么多场活动 我会想象如果有一天我自己的婚礼 它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小的 然后比较close一点 所以这种就是发邀请函的时候 就会有Tier 1 Tier 2 来了来了来了 是 没错 你看你自己是Tier 1的2 Wait and see 如果是Five 前一天晚上凌晨十二点说 还要快来 要不要来 但要站着吃 管理席 我觉得你说它要不然TICC 现场直播 可以耶 好时尚 我觉得最完美的桌数大概七桌 哦 了解 七桌七桌 包含家人啊 我跟你讲 童心扶人社就塞满两三桌了吧 所以要Tier 1 Tier 2 对 哦 童心扶人社里面的Tier 1跟Tier 2 就是他们真正仪式的那个聚会 不用人太多 但可能会有因此衍生出的其他聚会 After Party 那个大家再参与就好了 啊 对对 这样很累耶 你要搞死我 哈哈哈 没有 我觉得这比较符合你的个性 啊 迪克帮你办啊 啊 叫次次来跳舞啊 这样我就不会是Tier 2了 哈哈哈 哎 黑糖家族单身派对 哦 哦 前一晚 黑糖家族 对 黑糖企业 都还没进去啦 都还没进去啦 结婚是为了单身派对 哈哈哈 结婚后是为了需要长照 哈哈哈 豆豆听到气死 哈哈哈 哦 假扮日志 带你见识 同志的大小是